洪仲秋死亡已经二十几天了 而为了追查儿子的死亡真相 洪仲的父母亲呢是联谊操劳 导致呢他的洪爸爸在走路不小心的时候呢 还把脚给踢伤了 因此缝了四针 这一情况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朱显明 好 目前台中厚礼的洪仲秋灵堂这边的父母亲 依旧守候他的儿子 不过刚刚的时候呢 这个洪仲秋他的父亲呢 在晚间的时候呢 因为为了关心呢 这个引带内容 因此他不小心在家里面呢 是脚去踢到了门槛 缝了四针伤口长达了两公分 不过他是非常在意 关于这个所谓的军方的提出所谓的 可能是陈奕迅一人的 来不当管教的所谓 但是呢洪仲秋的父亲呢 非常坚决的说绝对不可能呢 只有一人所谓 军方到底还有哪些人 涉及到不当管教或是灭阵呢 洪仲秋的父亲要军方给个交代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他整个观察不可能给他一个吧 我们大家感觉啦 别说只是我的感觉 应该你们新闻媒体大家感觉 哪有可能说这么大的事情 只有哪些 市长稍早的时候 有一名六十多岁的这个疑似室呢 可能是军官或是其他有心人士 来关心这个洪仲秋的方式 他也像洪仲秋的父亲的弟的电影的 但是呢他不愿意表明身份 同时呢他也是戴了口罩及安全帽呢 面对媒体的询问呢 他是不愿多谈 他是否是某位士官兵或是士官长 或是任何这个兵的这个家长呢 目前家属也无法得知 不过我们知道是 他刚才面对媒体的不愿多谈 但是呢目前守在洪仲秋领堂这边 他的父母亲呢 最关心的还是呢 所谓的灭证 八十分钟领带不见了 还有包括了 如果说军方要把全部东西 推给陈运区一人的话呢 洪仲秋的父母亲也坚决不能接受 我会发现了 你可能会发现了 我们可以去接受